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不过一来画图是常用到的功能 二来我们透过理解这个plot 也可以让我们学习到一些更多关于class的使用 还有这个相关的知识 大概是我们今天的目的 所以我们会先花两个部分 来跟大家介绍关于class这种东西的基本的概念 还有一些进阶的概念 然后最后呢是跟大家讲 如果我们要画图的话 可以考虑使用一个韩式库 而这个韩式库呢 我们现在因为有了class的概念 可以更好地理解它 这大概是我们今天的目标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motivating的example 是关于日期的 那我们在很多各式各样的程式的应用上 我们都会需要处理日期 那不管你做的是什么联络簿啊 记事本啊 这个会员的记录啊 这个交易记录啊等等的 很多都一定会有日期和时间 那么在python里面呢 如果你要处理跟日期时间有关的事 你大概会想要使用daytime这个library 因为这个library里面有很多有用的东西 大家可以拿来用 不过今天呢 就让我们来假设 我们不知道daytime这个library 我们想要做一些自己要做的事情 一个date 它里面含有什么呢 date至少含有所谓的year month跟date 就三个资讯 我们先不管时间 只管year 所以year如果没有太意外的话 在合理的应用范围内 姑且就是说 它是一个1到3000的整数吧 也就是我们用西元纪年 1到3000 那month呢 基本上一定是1到12 day呢 当然就是1到31 不过day到底有多少 是跟你的月 是几月有关 这个是基本的小概念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想要储存 一群学生的生日的话 那我们应该干嘛呢 我们来写一个简单的小程式 来试着做这件事情吧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建立一个 所谓的birthday dictionary 说它是dictionary 因为dictionary里面 每一个entry就是有key跟value嘛 所以key可能就是 某军的这个姓名 那value可能就是他的生日咯 所以我们先建立一个dictionary 叫做bddict 就是birthday dictionary 然后呢 只要还是true 我们就一直做某件事情 我们就请某军输入某一个人的姓名 如果姓名是空字串 那就直接按enter的话 那这样子你就break 不然的话 你就会得到一个姓名 那接着呢 你就请某军再继续输入生日 那我们假设他输入生日的时候呢 是用这个yyyyymmdd 并且打两杠的方式来输入的 所以他就输入了一个字串 所以birthday是一个字串 这应该看得出来 然后一样 birthday如果不是空的 那我们就往下 我们就去这个dictionary里面加一列 我们用name当做是key 用birthday加做是value 然后我们就这样做啊做啊做啊做的 如果我们今天做到 该break就break 那最后呢 我们就把结果印出来 大家有兴趣试试看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程式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程式 他当然是不错 不过他会有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呢 这里和这里 列出了两个不存在的日期 事实上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program 当然应该要避免使用者输入不合理的日期 理论上我们看到不合理的日期 就应该要纠正他 叫他重书啊 或是不要把这一笔存进去嘛 不然你的程式自然就会出一些事 所以要检查日期 基本上是应该要多写几行code的 那不过多检查日期的时候有一个重点 就是润年这件事情特别的麻烦 对吧 如果说世界上没有润年的存在的话 你就检查year 是不是在3000到1以内 month是不是1到12 然后这个day 是不是30或31或18就好了 但是因为有leap year 所以我们要处理一下 所以我们先看啊 一个year它是leap year的定义 就是说呢 它如果是4的倍数 而且不是100的倍数 或者它是400的倍数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说它是leap year 比如说1992年 1992 这东西呢 就是润年 1996 就是润年 那2000年呢 就是你可以看这个规则嘛 2000年是multiple of 400 所以它这样子 它就是润年 但是如果是1600年 那就是润年 1700年就不是润年 以此类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个program 这个program呢 基本上就是把上面的概念翻译下来而已 你传入一个year suppose应该是一个整数 如果除以400会整除的话 那我们就说你是true 你确实是个润年 不然的话呢 请问你能不能整除 被4整除 而且被100不整除 如果成立的话 那你也是true 都不是的话 你就false 这个大概是一个判断润年的小函数 没什么大问题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写一个函数 叫做is good date 所以呢 这个birthday 会以这种字串的方式被传进来 然后呢传进is good day is good day会用到is leap的这个函数 来做判断 好 所以首先我们把birthday split一下 我们得到year months跟day 这三个value 然后呢 他们还是自传 所以我们在这里 把他们转成整数 接着就看啦 请问你的年在1到3000间吗 month在1到12间吗 如果连这个都不是 那肯定就完蛋了嘛 那接着 如果ok的话 那我们先写一个days in months 这样子的清单 list 3128 接着就说啦 如果今年是leap year的话 我们把这个value改掉 改成29 所以到了底下这一行的时候 他呢 基本上就是要判断 请问刚刚输入的这个day 是不是落在1 或者是该月合理的最大天数之间 如果leap year year是true 如果是true 它确实是leap year的话 这个数字会被改成29 那你就会检查2月是不是在 2月的日期是不是在1到29以内 反之的话呢 你就会去检查别的东西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你能够return true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很棒 你就是good date 不然的话呢 就不是 这个程式大概是这个概念 好 所以呢 刚刚的这个dictionary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 fail safe的birthday dictionary 也就是说呢 我们加入一些防呆机制的话 那今天就变成是 我们请人输入birthday以后 我们来检查一下 它是不是good date 如果是的话就存进去 不然的话呢 就不要存 并且print out说 this is a bad date 这样子 然后再看情况看情况去进行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一个稍微比较好的 fail safe的birthday dictionary啦 好 那以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是什么啊 刚刚的程式是不错 不过 如果我们想要再做 进一步的分析的话 有一点麻烦 麻烦在哪呢 比如说我如果想知道 在某一个特定的年份里 出生的人有多少个 在某一个特定的月份里面 出生的人都叫什么名字 之类的 那就很麻烦 麻烦在哪里 麻烦在我们刚刚存起来的日期 并不是存年月日 我们事实上刚刚是存一个字串 所以就会变成是 一旦我想要去找 所谓的某一年里面哪些人 某个月里面哪些人 我就要一直在那边 split 就挺浪费时间的 那特别是如果我们要经常做这些检查 或者是搜寻的话 那我们经常在那里split 当然就是超浪费时间 程式码写起来也不方便 所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改变 比如说啊 How about this 我们呢 就做三个dictionary 他们的分别就是 key都是name 然后values分别是年月日 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你做三个dictionary 然后这里是name name name 然后呢分别是year month 跟day 这样子 好那这个当然也没有不可以啦 可是用起来也是一点都不方便 对吧 一个dictionary查到就查到了 三个很麻烦 而且你很难保证 这三个dictionary之间是互相consistent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可能不算是什么很好的idea 那方案二 我们只存一个dictionary 然后呢key是name 但是它的value是一个三维的list 对三维的list 也就是说呢 你一样是一个dictionary 然后呢 你这里一样是name 然后这里是一个list 里面有年月日 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当然也可以啦 不过呢 第一不是很直观 因为你每一次要这里的时候 你就要取birthday 0 birthday 1 birthday 2 你要去存取一个list 那012到底谁是谁 你要花脑子记 不大方便 另外呢 当然就是这个的效率也不算太好 因为存取清单 再存取清单里面的东西 总是多画一个步骤 所以啊 到底有没有更直观更好 让我们在开发程式的时候可以更方便的写法呢 有的 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class 好 那我们在下一个影片跟大家做介绍 好的 那么呢 我们就来说说 我们刚刚那个情境 要怎么来解决 我们事实上啊 这整个问题 就是关于所谓的资料形态 好 我们曾经学过 我们有基本的资料形态 像是这一些嘛 字圆啦 整数啦 小数啦 布林啦 等等的 那我们也有比较复杂一点的资料形态 像是string list tuple dictionaries 等等之类的 我们今天发现的事情 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 我们发现既有的资料形态 给定的资料形态 没有办法完美的解决 我们刚刚想解决的问题 那世界上的事情千奇百怪 Python不可能帮你把所有各式各样的资料形态都写好 所以Python就说啦 那不然这样吧 我们允许你定义自行定义资料形态 然后你来看看你想要做成怎样 你就自己看得办 那么在Python里面呢 这个所谓的自定资料形态 通常就是以定义一个class来完成的 class就是类别 类别跟形态有点像 对吧 class A class B type A type B 听起来是蛮像一回事的 好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介绍class的概念 以及怎么定义class 那么呢 在class里面 我们会定义所谓的instance variables 它们呢就是一个class的属性 属性 那它有时候呢也被称为是一个class的member 那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定义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class来产生object 然后呢用一个一个的object来表现我们想要表现的东西 所以现在有几个关键字跑出来啦 我们有class class呢就像是一个形态 用class生出来的变数 我们就称呼它们为object 称呼它们为物件 每一个物件都是一个composite的type 复合形态的东西 所以呢一个object里面会有好多个instance variables 每一个variables就像是这个object身上的一个属性 所以比如说人啊 人也有很多属性嘛 我们有姓名 年龄 身高 体重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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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呢 你可以写一个type 写一个class 叫做人 那我们的程式里就会有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你这个程式里如果有全班有50个同学的话 就生出50个object 然后每一个object你就定义它的member variables 或是instance variables 然后呢 是第一个人的姓名 第二个人的身高 以此类推 就做这件事情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 照刚刚的example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来define一个class 叫做date 那么呢 我们使用的就是keyword class c-l-a-s-s 当我们这样写 并且在后面加上一个名称 这个时候 那个名称就是我们定义的类别 我们定义的class的名字 那后面照例加一个冒号 然后呢 在那之后我们就写几行字 这几行字要干嘛 这几行字就表示 我们这个classdate里面 有哪一些member variable 有哪一些attributes 那一个date 包含哪些资讯呢 包含year month 跟day 对吧 所以就有三个变数 你就感觉你好像就是宣告了三个变数 但是因为你写在class的definition block里面 所以呢 它们就会成为是instance variable 那你当然一开始给它一个初始值嘛 所以比如说我们就都给1吧 那这样子就完成一个class的definition了 一旦有了class的definition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type来用 你记得我们以前写过这种东西 对吧 i等于int 或者是p等于float 我们写过这一类的东西 只要你写的这个是一个type 那么呢 你就可以用它来产生那样子形态的object 或者是那样子形态的variable 所以这里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你看这 产生了一个date 产生了一个date 叫做d d这个东西 现在它里面含有三个member 常要存取member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dot operator 就是打一个点 去表示 d the month d the day 依此类推 那么这样子的这个程式呢 d the month 就是一个变数 d the day 就是另一个变数 那因为我们在这里 都把初始值给成1 所以d the month 就是一个integer d the day 就是另一个 integer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 今天呢 我们先把这些程式码 复制过来 这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 好的 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存档 比如说存这吧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颜色变了 确实是蛮酷的关键字 这个地方颜色也变了 基本上就是说 它是一个自定的资料形态 好 执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d the month 跟d the day 确实都是1 那充分地显示出 它们的确是这里 和这里 所给定的value 那第三个东西就很有趣啦 第三个printd 稀里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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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的 一行看不懂的东西 好 一定要说的话 date 这个东西看的懂 好 似乎是在讲 d的形态 是date 那前面这个man呢 大体上来说就是说 我们在man function里面定义了一个date 不用太在意 它是一个object 那最后这一串在讲什么 它的意思是说 这样的一个object 被存在记忆体里面的这一个位置 这句话是这个意思 那你就想啊 我干嘛care它存在记忆体的哪里 我们的确不care 但是python在这里把它印出来 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简单来说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定义过一个date 要怎么样被印出来 对吧 到底是年月日 还是日月年 还是日月 然后呢不要年 还是怎么样 你从来没有跟python讲过 这个自定的资料形态要怎么印 python当然就不会印 印整数它会 印字串它会 印list它会 但是印date它不会 因为date是我们自己定的 OK 所以呢 它只好说 好吧 只要是object 只要没有被定义过 要怎么印 那object我们就印这样子一行 我们就印它的type 我们就印它的记忆体位置 有没有用 不管 反正你这个人如果没有define过 要怎么印 那我们当然就无能为力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稍微试一下 如果你把这里改成10 然后 如果我在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我在这里把 d的date 改成100 之类的啦 那你执行下去 就会变成10跟100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OK 它们呢就像是一个普通的整数 就拿来用 就是啦 那么呢 我们今天就像刚刚说的 object被生出来以后呢 当然是可以modify的 我们可以modify它的任何一个 instance variable 所以比如说 我d被做出来以后呢 如果它不要是1月1号 我可以把它改成12月31号 然后再去印 那这个样子自然就会看到12 31 又或者是呢 我们事实上甚至可以在 class definition block之外 去宣告member 比如说我要的话 我d这个date 我可以在d的外面 写个d的month 然后它就是12 我可以改它 我甚至可以新增 新的member进去 变成d的weekday 可能是monday 可能是tuesday之类的 好 那d的weekend 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变数一样 就可以用 然后呢 你以后也可以损取它们 因为就像是你宣告的新变数一样嘛 不过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下 请你没事不要这么做 所谓的不要这么做 是指 不要在 class definition block的外面 去宣告一个 class的attribute 因为呢 今天我们写作的逻辑 大体上来说是 OK 我们想要有date 这样子的class 这样子的类别 然后我们希望 在我们的程式里 有很多很多的date object 那么呢 我们需要知道 date object里面 会有什么东西才行 如果今天我先 define好一个date object 然后用它来生出来 那我就知道每一个人 它基本上都是会有三个属性 这个没有问题 但如果我今天 做啊做啊做的 忽然有一个人 有一个date 我帮它多加了一个属性 那你就不会每一个date 都是同样多的属性 那么你在写程式 在写得更复杂的时候 自然就比较有机会出错 因为你不大容易 有办法记得 一个date到底有多少属性 这样子 所以呢 原则上 不要这么做 你要做的话呢 要宣告attribute 就要在class definition block 里面宣告 不然的话呢 就不要 除非你真的知道 自己在干嘛 那就随便你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 既然有这个功能 那我们可能就问啦 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很显然啦 我们如果能够把负数的变数 group起来 变成一个变数的话 那事实上这个样子是蛮方便的 因为很多时候这样子显得比较intuitive 我们可以宣告date1啊 date2啊之类的 都不用宣告一大堆的年或月或日 那因为每一个variable 有自己的variable name嘛 这样用起来才方便 那回忆一下我们讲的birthday dictionary的example好了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option1 是三个dictionary option2 用一个three dimensional的list 那我们现在呢 建议你用option3 我们写一个dictionary 它的key还是name 但是value呢 是一个birthday 而value的birthday的type 是一个date 这个样子 理论上呢 是最直观的做法 对吧 我要存每一个人的姓名 和他的生日 生日是生日 是一个特别的日期的形态 于是我们就定义一个形态 然后呢 把日期这样子的东西 当作是这个dictionary的value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相较于前两个option 好处到底在哪 跟第二个比的话呢 你在这里用一个list 这缺点主要就是 list要存取 就是要012 很不方便 但是我今天如果是用 一个date的话 我去存取就是 .year .month .date 你就不会忘记 012是谁 好 这个东西 如果你的attribute数量多的话 就会差很多 那又或者跟option1比呢 三个dictionary 实在是有点纯 所以你大概不会想要这么做 OK 所以呢 今天基本上 我们就会尝试用option3 来改写我们刚刚的program 那下一个video里 我们就来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今天呢 如刚刚所说的 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先写一个class 叫做date 然后帮里面呢 就是有三个变数 就是这三个变数 分别就是三个member 三个属性 或是三个instance variable 那接着呢 我们今天呢 刚刚有一个函数 叫做slip 对吧 slip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slip 刚刚就是传一个整数进来 然后回传true或false 这个东西没有差 所以slip 我们不需要改变 接下来呢 是isgoodday isgoodday 我们刚刚在做的时候呢 刚刚你回去看 我们回传的是 我们传进去的是一个字传 yyyyyy mdd 所以我们刚做的第一件事情 事实上是把它split出来 然后再转成整数 什么之类的 但是现在呢 我们来假设 我们来假设传进来的东西 并不是一个string 而是一个date object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的bday 这个东西 哇 那就好用啦 既然传进来的是一个date 你就可以bday.year bday.month 去做相对应的检查 然后呢 这里一样 bday.year 到底是不是lipyear 就把这个整数传进去 让它检查看看 是就怎样 不是就怎样 然后最后你一样 像是bday.date 跟bday.month 来做运算 也就是说呢 传进来的东西 既然是一个birthday 那么我们知道birthday 会有三个attribute 我们就打一点 然后把这三个attribute 拿出来用 你不需要去记 它们是0 1 2 分别是谁 你一定记不住 过两个礼拜 你一定记不住 但是year month day 这个总记得住了吧 所以这样子呢 确实是比较直观的写法 OK 然后它们呢 就一直以整数的方式存着 你也不需要在那边split 在那边转换浪费时间 再来 我们呢 可能现在需要一个函数 叫做string to date 然后把birthday传进去 毕竟 我们的使用者 一开始输入的时候呢 它用input函数 打进来的东西 依然是一个string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 想要写一个函数 是我们会把这样子的string 来做一些processing 然后来回传一个date 所以我们先产生一个date 然后呢 我们先split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们转成int 然后转成int的东西 是要个别的被存入 那一个date的资讯里面 好 经过了这样的流程了以后呢 d 这个object 里面就含有 使用者输入的日期资讯啦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在回传小d 它就是回传一个date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 因为 开始制定资料形态 所以我们 当我们使用函数的时候 传进来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形态 势必就有写清楚的必要 你才知道 哦 这是个整数啊 哦 这是个小数啊 或者哦 这是一个date 然后你才能够在写程式的时候 去想象 嗯 传进来的既然是这个 那我就 如此这般 如此那般 那么呢 写程式的人 就可以根据这个 参数的形态 去做设计 传的人 当然就要注意 传进去的type 势必就要是那种type 不然一定会出错的嘛 OK 所以呢 这里有两个行注解 事实上 虽然写的很简略 但是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注明 传进函数的参数 它的形态是什么 不然之后写程式 很容易出错 好 那我们已经pretty much要做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 来改 刚刚一开始这个dictionary的这个回圈 我们今天呢 一样 补充回圈 请它输入name 检查name 请它输入birthday 把它的birthday 马上来转成一个date 然后呢 我们就问 请问这是一个good date吗 好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birthday 已经经过转换了以后呢 birthday已经是一个 这个date 而不是一个stream 所以传进来的东西 现在是一个date 如果检查完 确实是good date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 存 dictionary的动作 现在的key是name 而现在的value 就会是一个date 而不是一个stream 这个就是我们 跟刚刚做的事情的 最大的差别 那么你之后 要做各式各样的processing 当然都会变得比较容易 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好 那么最后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你可以再多写一些函数 来做这个print 这个birthday dictionary 之类的动作 那你想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 我们在刚刚的头影片这里 我们最后有一个print birthday dictionary的动作 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我们势必就是 要print name 要print birthday嘛 但是birthday你不会print啦 你记得我们刚刚做过这件事情吧 你自定的资料形态日期 你要print 那python怎么知道 你要年月日日月年 还是whatever 好 所以它会印出 刚刚那一串这个 就是 就是你看不懂的那一串 这个记忆体位置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另外再写一个函数 叫做print birthday dictionary 然后拿来用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 基本上呢 给你一个dictionary了以后 你就一个一个地 去把他的key拿出来 然后呢 去把相关的date拿出来 然后就说 OK先印这个名字 然后呢 就印 某君 was born on 如此这般 如此那般 你就把他的资讯印出来 那么这样子一来 你就可以把 这个dictionary 给印出来啦 好 那以上就是函数的部分 最后就是 我们呢 来做这些事情 产生dictionary 然后这样如此这般 如此那般 叫他一直印 一直印 然后呢 最后再把它印出来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个program 所以总而言之啊 我们刚刚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 我们一开始写了一个 跟日期有关的程式 但是呢 日期如果总是用字串存起来 总是不大方便 所以因此我们写了class class呢 让我们可以生出object 它可以含有许多的variables 所以我们将来 会经常的做这种事情 你在呼叫各式各样的 韩式库的时候 你也会做这种事情 那事实上呢 你之前也用过了 比如说你开启档案的时候啊 或者是你做各式各样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韩式库 你早就已经用过点 这件事情了 只是我们今天才正式的 跟你介绍而已 那么呢 另外就是说啊 我们今天 这些variables 它之所以好用 就是因为你可以帮他们取名 你不是说 我找一个资料形态来 存三个变数 在list里面 他们就要叫012 那很麻烦 我们今天如果可以叫做year monthday 就比较方便 这样子 那事实上呢 光只是用object 把变数包起来 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 后面还有更多好东西 我们后续继续介绍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来介绍一些 关于class更进阶的东西啦 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example 今天假设 我们给你一批资料 这个资料呢 是所谓的在2015年9月7号 到2015年10月8号之间 在大安区的30个U-bike的station 上面所发生的相关记录 这个样子 那么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帮你寄了每一个小时 去抓了一次资料 去看 每一个站点上面 有多少辆可以借的车 以及多少空的车价 是你可以还的 那么另外呢 所有的station的精度纬度 我们也把它记录下来 以及一些其他资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档案里面到底有什么 那档案呢 长得像是这个样子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呢 CSV嘛 打开来就像是一个 很typical的这个Excel档 那么它里面记着 某一个时间点 抓资料的时间点 在ID为若干的某一个station 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 MRT Sanyasa Memorial Hall Station 这样子 然后呢 它有相关的地址 这个什么中校啊 光复啊之类的 然后它有经纬度的资讯 然后呢 它落在哪一个区里面 再来就是一些 比较会变化的资讯啦 Status是 它这个站点 现在在这个时间点 是不是正常运作中 那1的话表示有 0的话表示没有 LUT表示 它有几个车子的 这个架子是可以用的 那你如果去往下拉的话 你会发现 不同的站点 它的总共的车架数 是不一样的 这是废话嘛 你有此刻 你有几个Bike 以及你是 有几个Empty 那么这两个加起来呢 在大部分的时候呢 应该就会 是相对应到 你的这个LUT的个数 那有的时候比较少 比较少表示什么 就是表示有一些车架坏的嘛 偶尔你会看到 有几个车架故障 那这就是 剩下的部分啦 然后后面呢 还有一些相关资讯 就是气候 现在有没有下雨 有没有这个 这个 气温如何 然后 气压 湿度 雨量 等等 大概就是这种东西 这样子的一个档案 好 那我们回来这里 这样子的一个档案 那我们今天呢 事实上是可以对它做很多各式各样的分析的 但是我们要先有一个好的架构 来把资料存起来 以便我们可以来做分析 好 所以呢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怎么样用class 来modularize我们的program 来让我们的program呢 有更良好的架构 好 所以class这种东西呢 它很多时候不是一定要写 但是写下去会让你的程式 更精美 更好维护 更容易跟别人合作 好 那最终呢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资讯 那么 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事实上是顺便介绍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所谓的写程式的哲学 就叫做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 这个东西的中文呢 叫做物件导向程式设计 好 那它大概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设计程式的时候呢 不像以前 我们在写procedural programming一样 但我们昨天以前啊 写procedural programming的想法是 我有一个任务 我把大任务拆解成小任务 所以我要写一个又一个的function 或是一个又一个的procedure 我们是以procedure为中心 在做程式设计的 但是现在呢 有一点把它反过来 因为处理资料这件事情 变得越来越critical 所以呢 程式跑得好不好 写得好不好 经常取决于 你资料到底有没有良好地储存起来 所以呢 我们变成是以物件为中心 我们在思考或设计我们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会变成去想 资料要怎么存 那资料怎么存呢 十有八九都会存进object里面去 所以你将会写出一个又一个的object 并且让object具有储存资料 和做运算 成为他们这种基本的元件 然后呢 我们以object为中心 去设计我们的program 这样子的话呢 就做op啦 那讲的这个很复杂 所以我们来看看例子大概是怎么样 今天呢 刚刚给的那个站点资讯里面有许多的站点 然后每个站点有许多的属性 所以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想要把这些station的资讯记下来 每一个station呢 都有名称 都有这个车架数 至少在我们那一个月里是不变的 然后呢 都有经纬度的相关资讯 然后 车站 它还有每一个时刻的资讯 包括啊 有几辆这个可以用的车 然后呢 我们呢 在某一些例子里 我们会假设 它就是这个empty space 再加上available bikes 就会变成total spaces 那不过 有时候会有坏掉的 这个无所谓 看题目定义就好 然后呢 我们就能够说 我们把这些资讯合起来 来建立一个object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 我们来define一个class 叫做station 然后呢 它的五个attribute 就是它叫什么名字 它在拿 它有几个车架 它的位置何在 以及它现在有几个available的车架 那我再次强调 这只是一个上课用的简化版而已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基本上是假设 space和available相减 你就可以知道你有几辆车 这是比较几个空位啦 这是比较偷懒的做法 实际上有一些车架会坏掉 那你要的话就多加一个属性就好了 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弄的简单一点 好 那现在的重点呢 就是我们不只是要存资料 我们还要让我们的station 这个object 具有某一种运算的功能 也就是呢 我们要写member functions 那我们一方面会使用member variables 来存attribute 那另一方面呢 每一个station 它们身上通常都会有一些 会发生的事件 属性当成变数存起来 可能发生的事件 或是我们可以对它们做的操作 就写成函数 让我们来对它们做运算 所以比如说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可能会补车 对吧 补车可能是正的或是负的 就表示我们把车子丢进去 或是我们把车子 从这上面移走 那有的时候是人做的 有的时候呢 是我们这个派人去开着卡车 做这件事情 都有可能 第二个呢 我们可能会计算 两个station之间的距离 这个有时候用得到吗 毕竟就算是你个人 你要去骑脚踏车 你也会算一下 离你有多近或多远 那最后呢 我们可能会 就是把bike 从一个点 移到另外一个点去 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做的 所以这replenish跟send 有点像 但又不大一样 你有时候是在一个站点 自行的发生 投入车 或者是移开车的动作 对吧 有时候你会看到 工读生做这件事情 那也有的时候呢 是我们开卡车去 把车子从一个站点 移到另一个站点 所以这两件事情 有点像 但不大一样 所以呢 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要 define member variables 我们在这一个section里面 我们还要define member functions 那么这些呢 就会是每一个class 它可以做的operations 那么呢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 如果我们已经define好 这些member functions了的话 我们用起来会像什么感觉 大概 就是像这个感觉 好 我们一样使用这个 dot operator dot就打个点 就很像是 的 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现在拿 公管站二号出口 来当个例子吧 我们呢 就建了一个station 就叫做GG 那这个GG是公管的意思 好吗 跟GG 这个那个GG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好 总之呢 我们就GG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公管站 就叫GG 所以我们有GG的name GG的space GG的latitude GG的longitude 还有GG的available 这些资讯呢 你就把它填进去 fine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object 来呼叫一些函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print status 想像有人帮你写了一个函数 那么呢 你就用GG.print status 就会帮你把这个车站 此刻的状态印出来 好 是这个感觉 所以你就打一个点 它就会print status 然后呢 GG.status 是另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会回传 目前的status as a string 或是as something 然后给你去print 又或者是 你可以GG.replenish 20 就是加20个bike 进去的意思 好 那最后 你也有可能printGG 那会印出什么来呢 GG是个object 你没有define过要怎么印 那就会印出 它的记忆体位置 跟之前一样 所以这一页的重点 是让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有人把member function写好 那该会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 你今天要帮他加20辆车子 你就GG.replenish 就好了 你要印他的status 你就直接印 或者是让他回传 然后再印 总之 你要呼叫member function的时候 就大个点 然后呢 把那函数名字写出来 就可以了 当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那个object 我们叫它invoking object 然后function呢 叫做invoked member function 所以比如说 GG.printstatus的时候 GG这个物件 就是invoking object 然后 printstatus 这个函数呢 就叫做invoked member function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所以二话不多说 咱们先来写一个member function 试试看 我们就来写这个print status 写呢 也很简单 define函数这件事情 我们会做 今天只不过是要变成 definemember function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要define 作为member的东西 当然是必须要在这个class的阶层底下 所以你看得出来 它这里是有缩排的 对吧 不缩排 就不会是这个class的一环 这个可以接受 然后呢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我今天的define 这里就是一个function name 这没有问题 但接下来呢 跑出来一个叫做self的东西 这self的东西是什么 就要看一下啦 当我们把一个函数 define在 对不起 这个应该是status status 好 当我们把一个函数 status print status define在station里面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member function 这个情况下 只要是member function 在python里规定 它的第一个parameter 第一个parameter 在这里只有一个parameter 当然就是它 一定要是那个invoking object 所以呢 透过这个parameter 我们事实上就可以存取到 那个invoking object the member variable 或甚至是member function 那么呢 我们在上面写的这个program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invoking member invoking object 称作为self 要是有个GG 呼叫print status的话 self就是GG 好 你可以想象GG 它把自己传进这个函数 有点这个感觉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他的名字取出来 他现在还有多少车available 取出来 他有几个space取出来 然后就可以in 好 这几个self 很明显的就是相对应的 哪个GG 哪个object 在呼叫 就in 哪个家伙 的基本资讯 GG.print status 就会inGG的 如果是台科大 点status 那就会in台科大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呢 self其实是我自己帮他取的名字 你不用叫他self 你可以叫他 my er high this 都可以 只要他跟他们consistent就好啦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这里大体上来说 已经有一个就是完整的这个class了 好 我们这里有个class 然后这里有一个member function 然后呢 self 我刚刚讲过了 然后这里是给他 把GG做出来 并且给他基本资讯 然后GG就来去print status 好 我们预设 这个地方 available是0 然后我们这里也没有改available 所以available确实就是0 所以你可以看到0在这 好 我们试一下 好 所以呢 你的确就看到 这个GG就是公馆 然后呢 二号出口 没有车 然后3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print status这个函数 确实发挥了他的效果 大家有兴趣的话 把这个什么 冒号改掉啊 slash改掉啊 你可以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基本上呢 就是他会正常的运作 所以呢 基本上 我们刚刚在做的事情 到底是什么 我们宣告了member function 并且呼叫了member function 然后可以说是跨境了一大步 但是呢 呼叫的时候要注意啊 比如说呢 第一种写法是正确的 GG.print status 物件的某一个功能 第二种写法就是错的了 你不能把GG传进名为print status的函数 为什么不行呢 这个 如果你尝试执行的话 你会看到所谓的name error 这个python会跟你说 print status没有被define过 那这是因为我们define它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define成一个member function 而不是define成一个global function 好 所以呢 你一定要透过一个class来呼叫它才行 好 你一定要像上面这个样子写GG.print status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去GG所谓的station里面找 有没有print status这个函数 然后才找得到 如果你直接尝试print status的话 就找不到 因为没有一个global function叫做print status 好你把它define在station里面 就必须要透过station才能找到它 那又或者第三种写法是什么 第三种写法是我透过GG去找到它 然后呢我又把GG传进去 如果你尝试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看到它跟你说 print status只有一个argument 但是你却给它两个 所以它搞不定 好 当我们在使用member function的时候呢 它是一种很特别的函数 所以呢 当我们使用第一种正确写法的时候 这个GG事实上就已经会在背后 偷偷地被传进print status 当作是第一个参数了 你再传一个就会被当成第二个 但是在函数里并没有说要怎么样会有第二个 所以函数就无法接受 就会变成找不到这个函数 所以最后呢你就无法执行 所以基本上这几件事情 就算是背起来也好 你必须要理解 我们在用这个object 呼叫member function的时候是什么机制 我们一定要透过object去呼叫 而那个object就是第一个parameter 那我们呢再来写更多函数吧 咱们来写一个函数叫做replanish 它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放一个正的 正的参数进去的话 表示我们加车子到这个车站里 那如果是负的话呢表示我们拿出来 那就是这样子啦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如果是加车子或者是捡车子的话 我们当然应该要检查一下这个available bikes跟 spaces 之间的关系 你不能加过头 你也不能把东西全拿走 然后拿到变成负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假设define了一个class 叫做station 前面那些写过的东西就不重复啦 那我们今天就define一个member function叫做replanish 那这个时候一样 你第一个一定要叫self 不不不一定要叫某一个名称 然后你知道它代表的就是那个invoking object 后面的其他参数才依序写下来 所以今天呢这里你就写个num num呢要么是正的要么是负的 就表示我们尝试往这辆这个车站加多少东西 好 所以我们就问啦 如果我们available的车数加上num是小于等于space 或者是available的加上num是大于等于0 好那就是表示我们这个结果是合理的 那我们就把self available加等于num 诶这什么意思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修改一个member variable的值 对吧 self available本来是个value 8啦0啦2啦5啦不知道 反正你加num 那我们就来modifyself available的值 它的值就会变 那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尝试要加100量 但是位置只有40个 怎么办 加到位置的上限 再不然 那你要嘛就是刚刚好 不然就是超过 那最后一个可能性当然就是变成负的 变成负的表示你现在有5辆车 但是你想要拿走20辆 那就变成0 好所以这个replanish这个函数 它就会去改available的value 试情况去改 好 那么呢我们这个program啊 越写就会越复杂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写comment是很重要的 好所以让我们稍微停下来 待会儿还有更多函数要写 但是我们先停下来写一下comments 好那特别是当你有函数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想要写各式各样的comments 特别是去提醒大家 你的precondition跟postcondition是什么 就是在呼叫这个函数前跟呼叫这个函数后 应该是什么状态 如果你能把每一个函数的pre跟postcondition 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话 那通常你这个program的注解就算是写得很好的啦 所以我们就拿replanish来当一个例子 replanish的precondition呢 你就要解释一下啦 那我们这个东西是intended to be added to the station 这样子 那我们大于0表示add 那我们大于0表示remove it 让大家知道参数是什么意涵 postcondition呢 就是说这个station它最后有几辆车 然后这个几辆车呢 是可以被比较简单的理解的 如果num是正的 那我们就看看available加num跟space 哪一个比较小 availablenum加num小那就是它 不然就是space 看有没有超过嘛 那如果num是负的表示你在做减法 那这个时候就看有没有减过头 好你就这样子写下一段话 让大家知道 函数呼叫前这个num是什么意涵 函数呼叫后这个available可能会变成怎样 那么实用的人就可以直接使用 他就不需要去关心底下的这个函数怎么定义呢 之类的啦 好所以这个是好习惯 希望大家可以记在心上 好那我们呢就来体验一下 我们今天呢如果有这个station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基本资讯 那么呢print status一开始是0 加20量你就会得到20量 再加13量不好意思最多30量 再减50量不好意思就只能到0 不能变成负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replanish这个函数 好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做distance distance这个函数就有一点复杂啦 好这个函数呢基本上会干啥 他会做的事情就是说 给你经纬度 我们要请你算出这两个点中间的距离是多少 好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从经纬度要怎么算出距离就有点学问了 好那理论上呢我们应该会使用一些什么大圆小圆啊之类的 那这个我就在这里不多做介绍 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上网查查看 好由经纬度算直线距离那一类的这个关键字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这个功能 那我们这里呢就是很简单的 就是拿一个网路上的人别人写好的函数来用就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在干嘛 我们有个class叫station 前面讲过的东西都不讲了 然后我们define一个叫distance的东西 那今天要算distance 是什么东西的distance 是车站对车站 所以有我一个车站 还要再传一个车站进来 对吧 所以这个小s它也是一个车站 然后呢我们要算直线距离 或者是大圆距离 所以我们就把我的经纬度和它的经纬度都传进去 然后呢我们就得到了两组经纬度资讯 那么这个函数呢它就会去做一些神秘的运算 有些神秘的三角函数啊 cos 啊还有些神秘的参数 这个就不管了 反正呢这件事情大家可以试试看 但基本上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以我们在教的东西来说 它无非就是我define了另一个函数 而重点是你可以在函数里面传入另一个object 另一个station来做运算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好 那我们今天呢再试试看这个 这个是send back send back这个函数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呢有precondition postcondition 它在干嘛 就是说呢 self 是invoking station s 是another station 然后呢我们这里 num是我想要从self送到s的车子数 num大于0表示是self送到s num小于0的话就事实上是反过来 postcondition呢就是self的number of available bikes 会被减少num那么多台 according to replenish的入我 然后呢 s的也基本上是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呼叫这个函数的时候 我们说我想要从公馆站 送50台车到台科大之类的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就是公馆站 这个就是台科大 这个就是想要送的车子数 所以呢我们其实很简单 就呼叫两次这个replanish就好了 那你看一下 第一次呼叫replanish的时候 然后是self来做呼叫 第二次呢是replanish 是s来做呼叫 对吧 我想要拿走减num那么多辆车 这里呢想要从s那里去加入num那么多辆车 然后就如此这般 那你当然可以发现 因为我们有这些0啊或是上限的限制 事实上从self拿掉的车子数 搞不好跟s那里加进去的车子数是不一样的 这个有可能 不过这无所谓嘛 因为就是它定义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写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也不需要太在意 这里的强调的重点是again 你可以传一个object当参数 传进来了以后呢 这个object可以在这个member function里面 自己又再去呼叫member function 那这整个send bike的member function 它事实上就是建立在另一个member function上的 那这是可以做的 因为function呼叫function 事实上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好所以这里就是刚刚的一些example而已 我们呢先弄一个station是公馆 然后呢再弄一个station是台克大 把这些资讯都有了以后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print公馆跟台克大的distance 或是台克大跟公馆的distance 然后呢你可以去做replanish print status replanish去print status 然后你可以stand bike 然后print status 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好我们这里呢目前为止只有print status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得要把刚刚define的一些新的函数 加进去才可以 所以比如说呢我们写了这个replanish这个函数 那我们就把replanish加进来 好replanish就在这儿啦 然后呢我们也去试着把这个 这里 好 好这个distance加进来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放上去 好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吃四个整数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也并不是一个member function 好 然后底下这里 这里呢就我们再把member function加进来 就是这个 好 distance 好 好 所以呢可不 好 那我们这里呢就有了一个distance的member function 大家可以看到member function都被七成这个紫色的 那在提醒你它是member function 这样 好的 那么这里有stand back 那我们就来stand back一下 好这样就stand back 好这样就stand back啦 然后最后呢这里是testing的部分 那我们就把它写下来 好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测试时间啦 那我们呢如果今天有两个station 我们尝试print它的距离 然后再破一些print status的动作 好 我们首先呢可以看到print status的地方 对不起print distance 成功了 成功的点在于GG到NTUST 跟NTUST到GG的距离是一样的 好那这废话嘛 因为我们只是算去跟过来跟过来跟去 我们并没有讲说路径要怎么走之类的 所以呢在地球上两个经纬度之间的直线距离 当然就是一样的 好基本上就是个 同一个距离 差不多500公尺 好那后面呢是 加20辆车20 再加13辆30 然后移动18辆 移动18辆就各剩下12跟18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啦 好最后 然后呢我们有多写了一个函数 叫做status status这个函数啊 它跟print status很像 但是呢它是把一串东西变成自串 然后回传 然后呢如果想要的话 可以在外面去把status这个函数print出来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特别的事情是 你不禁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件事 对吧 我今天好好的有一个print status 为什么我要return一个字串了以后再把它印出来呢 答案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大家有必要去理解print status跟status的不同 因为status 事实上是一个modularization做得比较好的函数 我今天有print status的话 print status这个函数一哭叫下去 萤幕上就会跑出东西来 然后呢你不想要它跑出来也没有办法 然后呢你不能把那个字串拿来用 而相反的 status这个函数 它做的事情呢就是让你得到一个字串 至于这个字串你要拿去印也好 你要拿去拆解你要拿去做啥都ok 所以换句话说 status这个函数 比较有机会是其他任务的其中一块积木 也就是说status这个函数被再利用的几率比较高 所以事实上如果你要写函数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你去提醒你自己 你写的函数被各种task使用的几率高不高 如果你的函数里面包山包海包一大堆东西的话 这件事情就很困难 但如果你的函数切的比较精细 那么被利用到的几率就比较大 那么你的modularization就比较好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提醒大家的地方 好那我们最后呢再来介绍几个简单的概念 我们刚刚啊写了蛮多函数的对吧 但是呢我们每一次要建这个公馆啊台科大之类的 我们就要写这么好几行感觉就挺差的对吧 他不但就是写起来很恼人 而且没有一种整体性的感觉 就是你在这里固然是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做初始化 但是你如果没有初始化 比如说你忘记写space 那其实城市还是会跑 你好像没有办法在这里强迫某一个人 他在建立GG的时候 就马上整体信底把所有必须要有的栏位资讯全部都填进去 那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嘛 我才不会发现你开了一个车站没有名字 开了另一个车站不知道维度是多少 那很奇怪 所以今天呢让我们来试着写一个member function 他呢会initialize member variables based on input arguments 这个也不难 我们就写个函数叫做initialization 就叫init吧 那么呢他既然是做initialization 他当然就要把相关的资讯传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这里 在这个函数里面去把self的各个资讯 填入相对应的资讯 那这个时候呢 name对到name 然后space对到space latitudes latitudes lonitudes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available呢预设是0 因为你刚盖好一个车站的时候里面没有车 这个也很合理对吧 那这里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会写这样子的字样 诶 这样子会混淆吗 这个name到底是哪个name 如果我们直接写name 到底是这个name 还是是member function 还是是这个class的name呢 那事实上当然没有什么好混淆的 对吧 因为我如果是讲我们那个instance variable的话 我们势必会写self的name 那反过来说我们今天如果是讲这个传进来的参数的话 我们就会直接写name 所以他们的名字呢完全可以重复 因为有没有前面那个self 就足以分辨 这家伙到底是谁啦 好 所以有了init这个函数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拿来用 这个一用下去呢 就是你呼叫gg.init 然后把该传的参数传进去的话 你就要嘛 这个东西没有初始值 不然就是所有的初始值都被一口气设好 那你这个程式看起来又更美观多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我们这个大概是一个好的做法 那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刚刚说的 member variable跟 parameter 是可以区分的 那今天刚刚这个东西固然是不错啊 不过它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刚虽然有init这个函数 但你没办法强迫任何一个人去呼叫他 所以我们可能会忘记呼叫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事实上就还是会使用到uninitialized的objects 那这样子就挺不开心的啦 所以呢 python里面事实上提供我们一个很不错的功能 那很多其他的物件导向的语言也都有 就是所谓的constructor constructor的中文呢 叫做建构子 就是建构就是建构式数学那个建构 建构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函数 它呢叫做底线底线init 底线底线 够特别吧 这么特别的名字的函数 如果你建立一个函数取这个名字 那么呢只要这个物件被建立 他们就会自动呼叫这个函数 然后呢你就必须要在建立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传入正确数量的argument 你才能够建立这个物件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页呢跟刚刚前面做的事情 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别就是一 我们刚刚函数叫init 现在叫做底线底线init 那么这样一来 这个函数就从一个普通的member function 变成一个constructor 那这个就有一种等级上升的感觉啦 好就变成member function 然后呢我们就进入station 本来我是gg等于station 刮胡 现在我可以在station里面 传入许多参数了 诶这个跟以前做的事情有点像对吧 以前我们曾经做过int5 i就会变成5 或者是float5.6 那f5就变5.6 也就是说呢 以前我们在建立variable的时候 本来就可以传argument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建立stationvariable的时候 传了参数 只是因为我们是复合形态 所以我们传好几个参数 随便你传 要几个有几个 然后呢我们再把东西传进station里面去 用init这个函数 来把东西建立出来 所以现在 因为我们写了init这个函数的关系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看 你如果写下面这一行 那会syntax error 这个编译器 直译器呢会告诉你说 你要建立物件 但是你init 你这个init函数 所应该要有的变数不够 所以没有足够的资讯 来建立这个物件 你就不能建立了 所以constructor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它让你可以保证 所有在你的城市里面 跑来跑去的这些物件 都有足够的资讯 都有被初始化 那么呢你当然就可以理解 这个设计确实是好的 以免自己不小心 偶尔产生了一些没有初始化 或是没有完整初始化的物件 那这样子哪天出错就很麻烦了 最后 我们曾经写过一个函数叫status 对吧 这个status呢会回传一个字串 去表现出一个车站的现有状态 所以呢我们之前曾经print gg的status 就会印出一串好看的字样 那我们也知道print gg 就会出现一串这个 记忆体位置 基本上没什么用 但我们仔细想想啊 其实print gg 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直观的事情 我们应该其实是经常会想要做这件事情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能不能这么做啊 我们目前还不能直接印object 我们能不能去修改print这个函数 让我们可以直接印object呢 你冷静的想了一想的话 我刚刚讲了一个不大对的句子 我们能不能修改print这个函数 print这个函数又不是我们写的 是python内建的 我们从何修改起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python内建早就已经写好print这个函数 float来怎么print 这个int来怎么print 这个list来怎么print python早就写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传一个gg 要传一个station 要传一个date 要传一个什么东西进去 如何让它可以被print呢 python里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就像init一样 我们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函数 叫做底线底线str 底线底线 str就是string的意思 他做的事情就是 我允许你define一个 会回传一串string的函数 那你呢就吸花的 把你想要回传东西回传回去 当我们在写python的时候 python的print 一看到它里面接的是一个object 他就会去看 请问这个object有没有 define底线底线str 底线底线这个函数 如果有的话 那就去把它的回传值print出来 如果找得到一个函数 叫做这个名字 就去把它的回传值print出来 不然就prememory information 所以呢 从init和str 这两个函数 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到写物件有一些额外的好处 就是它保护使用者 保护程式设计师 对吧 python作为一个语言 它里面设计一些机制 来保护所谓的程式设计师 比如说像init 那就可以保证 或者是它可以让 乖乖听话的程式设计师 可以保障自己 比较不容易犯错 那str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做物件导向程式设计 它一方面是改变你我们设计程式的思维 一方面也是让程式语言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这些开发者 大概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存在的 那么呢 在我们的第三个section里面 我们要来介绍plotting 也就是画图 那我们特别讲的是 画这些统计图表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呢 一方面是介绍这个功能 另一方面也是介绍一个library library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但是就是 如果你要画图 它挺方便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写python 或者是写任何其他的program 通常最终都是大量地使用library 你不会什么东西都想要从头到尾自己写 你会想要利用library 那当然 这并不表示我们之前学的那些基础都是在浪费时间 事实上 你必须要有良好的基础 和扎实的观念 你才能够良好的呼叫library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同意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介绍一个library 那无非就是当作是一种example 那hopefully呢 在未来你的人生当中 你呼叫或者是自行选用 你合适的这个library 那它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好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介绍的就是这个met plot library 这样子 好的 那么呢 plot今天它在很多地方都很有用 特别是当你想要做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的时候 那常说你present一万个数字 不如present一张表 present一张表不如present一个图 对吧 那图表当然是互相互为complement的两种东西啦 总之图呢很多时候是有必要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会来介绍这个met plot lib 或是met plot library 它是一个open source的python library open source就是你知道它是怎么写的 你愿意的话你还可以加东西进去 那不然起码像我一样你可以把它抓下来用 它呢主要是拿来做统计图表的 那当然library有很多功能是有带大家各自自行去发掘的 我们今天就讲一些basic idea 或者是basic的这个用途这样 好所以我们今天会建设到的包括histogram line chart bar chart pie chart还有scatter plots 大家可以用用看 那么呢更多的资讯 请自行上他们的官方网站 那你如果接着想要跟我们一起体验这个met plot library的话 那你当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先安装它 好所以你可以去看它的这个官方网站 上面有一些关于安装的基本资讯 或是如果你这个直接想要安装的话 理论上打开你的这个console terminal或者是comment line的这个环境 直接呢依序输入这两行应该就可以了 好那么在我的电脑上呢我就这样子输入这两行就成功了 那当然前提是你这个环境变数之类的东西要先设定好才行 如果你能成功你执行这两行的话 理论上你这个met plot library就已经装好了 好那要是不行的话这个技术性议题 大家就自行解决找助教whatever有办法的 好如果是成功了的话呢你可以试试看这个program 它就是一个测试那我们来稍微试一下 好我们今天呢如果你就是直接把这个program这个存起来 然后你就说好就py这样子 那么呢这样的一个program执行下去 好你就跑出了一个这个图 那感觉还蛮令人兴奋的对吧 因为截至十秒钟以前我们写的这些python program 都是产生黑底白字的一些产出 要嘛最fancy的事情我们做过的 就是把它存成文字档而已 但是现在呢我们开始可以画图啦 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折线图 那你愿意的话呢你甚至还可以对它做min zoomout之类的 那这个是这个library给你的这个绘图软体的功能 ok好的你把它关掉这个program就结束啦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program很快 x呢是一个list 然后是range12345 y呢是另一个list py.plot 虽然你不知道它在干嘛 不过你可以先注意到py是什么 py是这里 也就是说我们import一个metplotlibrary里面的pyplot 那这家伙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object 我们呢import这个library里面的一个object 那这个object里面被写了一大堆的member function和member variables 那通常呢我们呼叫别人写的这个object的时候 我们都是呼叫member function 所以我们今天会大量的呼叫这个pyplot的member function 那我们如果今天呢要想要更快速的使用它的话 这个python允许我们取别名 所以我这里叫它spy 你也可以叫它sabc什么的都好 反正呢这个就是你的object的名字 当你用py点什么的时候 你就是在做这个pyplot的这个object的member function 所以我们今天呢无非就是呼叫了一个函数叫做plot 那把x跟y传进去 如果你想象一下刚刚看到的东西的话 大概就是在跟它说请画一个折线图 对吧 然后呢秀这个函数如果没有太意外的话 大概是请你把折线图秀出来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给大家看 透过哪一些example program可以画出不同类型的图 好的 那么呢我们今天这里我们要让大家做一些这个体验嘛 所以我们要来introduce这个map plot library 那我们总要有个dataset 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dataset是名为metern2.csv的dataset 那这个dataset是干嘛的呢 基本上它是某一年 以前的某一年的商管层次设计的其中考2 大家的这个submission的这个记录 也就是说呢某军submit 然后呢他的submissionID 就是大家平常submit的时候会看到的submissionID 然后呢会有他的studentID 他对第几题做题 然后呢他上传了以后看到的是runtime arrow 还是wroughtanswer还是什么的 然后呢他在那一次得到了几分 wroughtanswer就是不一定是零分嘛 也有可能得到部分分数 然后他上传的code有多长 以及他上传的时间点 我们有这一些的资讯 那么呢这个档案一样是给大家的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由metern2.csv 你可以自行地打开来看一下 如果用excel打开的话呢 长得就大概像是这个样子 那么studentID的地方 我们已经relabel过了 所以呢你看到如果是比如说7号 他在另外的时间点又summit 那就是同一个人 他事实上对应到某一位台大同学 只是你不知道他是谁 OK 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 对了这个档案 你去看哪一个学生最快拿到满分 哪一个学生上传过最多次 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只是你不知道他是谁 今天这个档案有了他以后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想要干嘛 那我们先来对submission time做一点研究吧 就是说 听说学生在接近考试结束的时候呢 会做更多次的submission 这个想起来好像也有一点道理 对吧 就是我写啊写的 写会了当然就上传 但是如果已经快要dayline 考试已经快要结束了 那我们当然就是把握机会 有什么破铜烂铁都赶快上传看看 我想这也好像是人之常情 不过讲起来很合理的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这个时候会写程式就有点用了 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 那当然如果大家熟悉excel操作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个任务 事实上用excel就可以做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就是当做一个例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 预计是这个样子 就是呢 我要先把所有的submission time找出来 然后submission time 我要在这里要计算它 是从考试开始之后 过了几秒这样子 那一年的期中考呢 我们是9点20分开始考的 所以9点22分02秒的submission 我们就要计算出 它是从考试开始过了122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我要把这些submission time 来画出一个histogram 然后我要用0到1000 1000到2000 依此类推 来当做是我们的这个 class的这个定义 那三个小时呢 不会超过这个 11000秒 所以呢就到11000就可以了 于是呢 program大概是长得像这个样子 首先我们先来找submission time 所以这个东西跟画图还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的档案是csv档嘛 所以我们先来这个opencsv 那么呢 需要一个档名 档名会传给这个函数来作用 那么呢 我们在这里 我们使用这个dictionary reader 那这个大家也已经见识过啦 那这个大家也已经见识过啦 它呢csv reader 就是用来让我们读取档案的 那么这个dictionary reader 会允许我们用dictionary的方式来存取这个档案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这个东西 我把这个file handler传进去了以后 它给我一个csv file 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先跳过第一列 next这个函数在这里会跳过第一列 因为第一列装的是header嘛 所以我并没有要对header做什么处理 我要跳过它 接着我最终要的是一个list 这个list里面呢 会装着所有的submission time 我可能全部的学生加起来 有一千次一万次的submission I don't know 但anyway我把它们全装起来 那每一个列是一个submission 所以对于那一列 在csv file里的那一列 我要去看 对应到submission time 那个栏位的那个值 我要把它取出来 然后呢我使用daytime这个library 我要来计算说 它这个submission time 如果我把它这样子理解了以后 那我要把这个数字取出来 因此呢dt这个东西 就会是 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什么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object 这个地方如果同学们 对于我们在使用的这个daytime 这个函数没有什么概念的话 欸你就觉得啊这个daytime 有人看过有人没看过有人熟有人不熟 没有关系 当你看到example program 长得像这样子的时候 你呢就去搜寻daytime 你搜寻daytime了以后呢 再去搜寻strptime 你势必就会得到一些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试一次给大家看 你就打开你们家的浏览器 你就去搜寻daytime python 这样子 你愿意的话呢注明一下python3 这样是比较好的 于是呢你就随便点一个这个document 那比如说这个是python官方的 然后你就进来啦 那么在这里你可能会想要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strptime 好strptime 然后你就看到好像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用的 那你就转下点 转下点 欸有了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是return a daytime corresponding to date string 第一个参数 parsed according to format 所以换句话说呢 我们这里在做的事情就是 这个是一个daytime的记录 而我们parse它也就是理解它的方式是 它会先给我们hour 冒号冒号 然后再给我们m 然后再冒号 再给我们second的资讯 把这些资讯这样子理解出来了以后呢 最后去把它的时间的部分取出来 然后呢存进dt这样的一个object里面去 大概是做这件事情 那么在网页上呢 当然会有许许多多的资讯 那么将来的大家就是练习阅读这些资讯啦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 事实上它会跟你讲很多什么class method class attributes 你现在也已经理解了 这个是一个member function 这些是一些member variables 或是instance variables ok min max等等的 就是它定义好的一些你可以存取的这个functions 讲什么attributes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好 那我们回来 所以呢 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 对于每一列每一个submission 我们把它的submission time取出来 然后问 请问是几点 请问是几分 请问是几秒 然后呢 透过简单的运算 来算出sub 是距离开始考试过了几秒钟 然后就把它append到 刚刚的list里面去 那么当这个回圈跑完了以后 我们就会得到全部的submission time counted as the number of second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xam 好 然后做完了 做完了就close 好习惯 然后呢 就把想要的东西return 愿意的话呢 你可以去print看看 基本上你就会看到 刚刚跑出来的结果 好 那我们试一下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有一个点py 那你如果直接去执行的话 当然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因为我这个档案存在桌面上 存在桌面上 但是桌面上并没有me turn to 这个档案 所以这样子呢 基本上是 不可能会找得到 好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可能是 比如说像这里 我呢 在这里 有这个 档案 被称为是 各式各样的 什么histogram 之类的 比如说这个吧 我们histogram 这个档案打开 看起来就是刚刚做的那件事情 对吧 其他当然还有画图的部分 那么呢 把它 跟你的 这个 data档 放在一起 的话 那才比较 能够找得到嘛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以刚刚这个档案来说呢 我做的事情 是我去 find submission times 然后我把这个字串传进去 字串传进去 filename filename 你没有特别指定 它的这个路径的话 基本上就是assume 你这个python档 跟这个data档 是放在同一个资料夹的 好 放在同一个资料夹的话 就可以用 所以这里来说呢 就是 我们理论上 因为我刚刚打开的 histogram.py 是放在这里 而data档 meaturn2.csv 是放在这里 所以他们理论上呢 应该是要 可以运作的 那底下这个 我们现在先拿掉 所以这一段呢 code理论上 应该要可以跑 但是你如果按f10 或者是你如果尝试 透过这个 nopey++ 直接做的话 它会跟你说 找不到 它为什么跟你说找不到呢 大体上来说 是因为 我们没有在 刚刚的program里面 去设定working directory 所以python 它预设的working directory 并不是 你随便开的一个档 一个资料夹 那结果自然就不行 好 那这个时候 两个解决是到啊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在这里 写program 写几行code 去设working directory 或者是呢 我个人比较习惯 这样子 我呢就开 这个comment line 你就开comment line 开了以后呢 你就去切资料夹 切到你放东西的那个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 切好了 就放在一个这么长的地方 然后呢 我就在这里执行 我的program 比如说刚刚是histogram 我就在这里执行 诶 啪的一下看到一大堆数字 好 这许许多多的数字呢 就是从最后一次submission 它距离开始的时候 有几秒 一直往前数 往前数 往前数 以此类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从开始考试了以后的 第一个submission 大概是11分钟以后 所以呢 可能是有一题 还不算太难 就有同学很快你就写啦 然后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好 这个呢大概就是我们的 这个热身 我们在到这个函数为止 我们已经可以这个处理 这个submission time 好 那我们等一下来介绍 画起来是什么感觉 那么呢 我们如果已经可以有 这个find submission time 这个函数的话 那我们要画histogram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呢最简单的版本 就是我们在这里 用这四行code就可以了 第一行呢 我们做的事情是import 这个library 所以呢我们就是拿别人写好的object 来用 我们把它命名为py 在我们的程式里面 然后接着呢 我们用find submission time 这个函数 来去取得submission time 所以这个subtimes 它这个东西是一个list 然后呢 我们为什么要一个list 就是因为 我们要使用 py.hist 这个函数 hist呢 是一个histogram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函数的definition 是说 你给我一个list 然后里面装着一大堆的数字 的话 我呢 就会帮你把它分门别类底 画出histogram 也就是直方图来 那么呢 在show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秀出来 就会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画图页面 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很快试一下 好 今天呢 如果我们不要print这个东西 而相反的 我们做的事情是 把这些东西画出来 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试一下 好 我们就会看到画面上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histogram 当然你愿意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存起来 之类的 有兴趣大家试试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histogram呢 它 呃 从哪里开始也不是很确定 哪里结束也不是很确定 然后呢 颜色用了预设的颜色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对它做一些decoration 对吧 那 要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很难 基本上呢 我们就是对着histogram这个函数 以及py这个object去做文章就可以啦 所以比如说呢 我想要加上xy的label 也就是这里我想要加submission time 这里我想要加frequency 这里我想要加一个title的话 那我要怎么做呢 诶很简单 基本上py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object 或者呢这个object就代表一个chart 或者你说它是plot 就代表一张图 所以呢 我同样是画图 但是我可以去设我的这个object 我的这个图 它的xlabel要长怎样 ylabel要长怎样 title要长怎样 三个函数呢 都是各吃一个string 你把它设好了以后再show 就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这些caption 或者是label啦 这个很简单 大家试试看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些当然就是另外的member function py的member function 你设了这个member function 就会改变这个object里面的一些属性 然后呢 当你show的时候 就会show出这些东西来 那么呢 你也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 比如说你想要改bar color 是可以的 你在呼叫histogram 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你就加入face color 这个属性 或者说这个parameter 然后呢 你传一个字串进去 可以是black 可以是white 可以是whatever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上网查一下 它的这个说明文件 你自然就知道 里面可以传什么样的资讯进去 来当做是一个颜色 那又或者是呢 我们想要改一下它分class的方式 那我们可以说我要有7个bing 对吧 所以我怎么知道 到底有哪一些参数可以用 这个呢 again 没有别的办法 上网查 就对了 所以呢 我们来查给大家看 基本上 你如果直接 上它的官方网站的话 你会看到官网一开始打开 长这个样子嘛 那么呢 你有很多做法 你可以点document 然后呢 一个一个慢慢你看 或者呢 你来这里直接搜寻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就搜寻hist 然后呢 就啪哩啪跑出这东西来 诶 老师上课说 我们要用这个 你就点它 点了以后呢 他就跟你说 parameter有什么 有x啊 beams啊 range啊 density啊 weights啊 然后有比如说我们刚刚看 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用了一个叫做color的东西 或者是facecolor 大家去试试看 就可以啦 或者是呢 通常在这样子的网页上 你可以看到一些example 你就点进去看看 那基本上 就会看到你需要的东西 然后呢 就一个一个地试试看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object要怎么用了 好 大家 甚至写到最后 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好 那回来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做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设定 这个class 是0到1000 1000到2000 依此类推 所以呢 beams这个地方 不一定要指定一个number 事实上 你可以给他一个list 他就会把它拿来当做 每一个 这个class 的 开始跟结尾 那所以当然就是 你就是给他range 然后呢 你就开始画图 那我们在这里 把它设成灰色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设一下 x limit 跟y limit 意思就是 x 请你从0到 画到1万1 y呢 请你从0 画到120 那这数字当然是我们挑过的 然后呢 应该就要看到 这一张图 好 那我们试一下 好 所以要试很简单 就复制贴上就可以啦 好 复制贴上长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画画看 好 确实就看到了这个东西 对吧 那么 我们看一下 这个图 基本上呢 他就是在告诉你 这里是0到1000 01000到2000 2000到3000 依此类推 好 所以 光看这个图的话呢 的确是 越接近 考试截止 也就是越接近 考试截止 好 他的整个 的这个submission的次数 是在上升的 那么 中间有一些波动 那 这个原因就不是很清楚 可能是 这个是 大家 想象中 一开始 大概都是在写第一题吧 然后第一题 写完了以后呢 乘积一阵子 有出来一个高峰 可能是第二题 大家都写完了 之后呢 大家就各评本事 最后到了考试快结束的时候 赶快有什么code 就上传一下 可能是这样 那不管可能性是什么 我们想强调的事情是 当你有了程式设计 或者是其他的形式的这个工具 他们呢 是有助于你去理解这个世界 或者是深化你的学习的 因为这些工具 可以帮你把复杂的东西 理出一些头绪来 或许 他会motivate 你去做一些后续的这个研究 或者是学习 好 所以呢 最后就是关于Histogram 这个函数 他事实上不是只能帮你画图 他还可以回传有用的资讯 好 比如说 根据你给的submission time 根据你给的这些beams 的这个规则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 我在这样子分类完了以后呢 到底每一个class里面有 多高的frequencies 好 能不能告诉我 这些beams的endpoint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 所以一样我们在这里 就试试看 那么呢 这里就回传了三个东西 一个函数回传一个list 那一个list里的东西 就分别被存进 nbeams跟patches 这样 刚刚这个要先关掉 好 关掉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执行下去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 7.0 48.0 等等等等等等 依此类推 第一个 是在讲说 0到1000 中间有7个数字 对吧 你看一下这里 0到1000 中间有7个数字 1000到2000 中间有48个数字 依此类推 那 这是n 那另外呢 我们在endpoint资讯里面 也可以读得到 根据我们给定的这个资讯 或者是他系统自动选择的 这个分类方式 我们切出来的端点 是哪一些 所以呢 我们这些函数 有时候不是真的就只拿来画图而已 有时候是可以做运算的 诶 那你问我啦 那patches是什么 诶 不告诉你 有兴趣的话 自己印出来试试看 自己上网查查看 现在开始你就得做这件事啦 你就得要试试看 查查看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example啦 什么也好啦 课程也好啦 给你起一个头 但是真的能学到什么东西 只能靠自己啦 那么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是想要用直方图来呈现的 就是所谓的 inter submission time 的这个分配 或是分布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啊 我们今天如果把submission 想成是一个 比如说customer arrival之类的事件的话 那这个arrival process 是随机的嘛 我们今天把0到3个小时 化成一个数线上的点的话 那么呢 随时会有没有事件出现 都不确定 有的时候呢 这一个跟下一个间隔的很短 有的时候呢 间隔的又很长 所以这个inter arrival time 或者是inter submission time 是随机的 你每一次都在想着 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来 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来 那这个东西呢 在至少商管领域 是很重要的 你关心你的customer 来的几率 来的patent 那你呢 也关心这个 比如说你的一个机台故障的patent 或者是你的供应商 他无法准时交货的几率 这些东西都是随机事件 随时可能会发生 而你想知道 在给定你目前已经发生过若干次了以后 你想要知道未来下一次发生 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嘛 所以你要估计下一次什么时候会来 那你就是要对inter arrival time 有一些概念 那我们今天就拿这个submission当例子 那我们想做的事情呢 大体上来说是 我们想问他 长得像不像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也就是说呢 这些我们在三个小时之中看到的inter submission time 它们有大有小 那是不是如同exponential distribution一样 是向下decay的呢 是不是比较小的inter arrival time 比较长出现 而比较大的inter arrival time 比较少出现 我们大致上是想要问 它的这个分配 长得像不像是 这个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那如果大家修过统计的话 大概比较知道我在讲什么 万一没有 那没关系 你就 待会就当做是我们在做一个统计就好了 但如果有的话 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很类似我们统计在做的goodness of fit tests 适合度检定 那总之知道很好不知道没关系 就当做是层次设计练习 所以我们一样 我们要先做data processing 我们要先写一个函数 是传入一个 呃...党名 然后呢 回传一个list 那这个list里面呢 会装着所有的inter submission time 这样子 那大家可能有印象我们刚刚说 第一个资料是大概10分钟左右出现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11分钟左右出现的 依此类推 所以呢 我们今天给定一串arrival time了以后 要算inter arrival time 其实也很简单 对吧 这个数字假设是600 下一个数字假设是608 再下一个数字假设是712 那inter arrival time无非就是8 这里的话呢 就是104 依此类推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做相简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我们这个code怎么进行的 所以首先呢 还是要得到这个reader 然后呢 跳过这个header 然后呢 我们先建立一个空的list 待会要装inter arrival time用的 然后呢 我们先设一个pretime 是0 因为我们待会要用回圈一直跑 每跑一次呢 我就会把这个inter 这一次的submission time 取出来 存入dt这个物件 然后跟刚一样 我把hour minute second 取出来 然后把sub算出来 那这个sub 就是从0秒开始 一直到某一次的arrival 我们去问 他从开始到现在 过了几秒 就是那个sub 那么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无非就是 每一次我把sub寄起来以后呢 我要去跟前一次的arrival time 比较 把difference算出来 然后呢 我就要把这一次的arrival time 寄成是pre 然后下一轮的时候 我再把下一轮的sub 算出来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就是拿着这一轮跟下一轮比较啦 依此类推 所以这个pre time 就是做这个用途的 一开始先设成0 那么 待会儿我们跑跑跑的时候呢 第一轮 读了第一个submission time的时候 因为pre time并不是0 所以呢 我们就跳过这个动作 然后呢 去得到一个pre time 以后才去做第二次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地方大家看了一下的话 大概会觉得 可以理解 不过为什么 这里是pre time-sub 不是sub-pretime呢 好 那个的话呢 就是大家如果把data印出来 特别是把我们前一次做的submission time 印出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 submission time 事实上是 有晚排到早的 第一笔是什么 10700多还是600多的 然后呢 之后变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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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笔是600多 那这是因为我们的csv给你的时候 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 由晚到早 在给的 所以我们拿到的第一个pre time 事实上 第一个sub事实上是最大的 然后慢慢的变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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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然每一次都是pre time 比sub大 那知道这个的话 那剩下的也就不是很难理解啦 好 所以呢 这个函数跑完 就会得到一个list 里面装满了inter submission time 那么我们接着就可以画一个histogram 很快 好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函数 取得inter submission time 然后呢 我们就 binx就装进去 然后xy 该设的就设好 等等的 我们就show它 大概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图画出来了以后呢 这个study 差不多也就结束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欸 长得还真像exponential smoothing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对吧 也就是标准的就是 小的arrival time 很常出现 而大的arrival time很少出现 而且看起来就像是exponential 好 那如果我们今天在做的是consumer study啊 这个machine breakdown study啊等等的 好 根据历史资料 我们来估计出这个随机事件的 几率分布的话 通常就很有用啦 好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嗯 算是某一种商管领域常遇到的 这种分析 好的介绍 那么呢 我们也可以再做点别的事情啊 比如说我们知道每一个学生 他们都submit了不同的次数 对吧 那么呢 我们也可以试着看看这个 number of submissions the distribution 如果我们要的话 那它可能长得像常态 可能长得像exponential 不知道 那不过呢 也许我们也可以试着用一个bar chart 来visualize这所有的数字 好 每一个人有一个number of submissions 你submit8次 我submit25次之类的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吧 诶 那我们就写一个简单的program 今天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 结构跟之前也很像 我们先看右边 基本上呢 我会使用这个library 得到一个这个py plot的物件 然后呢 我基本上是写一个函数 去根据给定的字串 来找出那个档名底下 我们的这个submission frequency 每一个人是多少 然后呢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呼叫bar这个函数 去把bar chart印出来 画出来 那么我们要设定一些这个基本的参数 首先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到底有几条bar要画上去 对吧 或者是说每一条bar要画在哪里 那么呢 这个东西是用这个range来做的 那我们知道我们subfrequency 基本上就是学生的个数嘛 每一个学生我们算出一个frequency 所以then就是每一个学生 然后with呢 是每一个bar的长度 那最后就是subfrequency 这个东西 它里面的value 就是所谓的每一个学生submit几次 所以subfrequency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dictionary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dictionary 是怎么被做出来的 在左边 我啊 首先呢 根据给定的档名 打开档案 然后呢 得到csv file 然后next 这跟之前都一样 接着呢 我开一个空的dictionary 然后呢 我这个回圈 就去把这个档案跑一遍 每一次呢 我就把studentID取出来 如果这个studentID 已经存在在dictionary里面了 就把那个entry 再加一个单位 不然的话呢 就create这个entry 然后呢 帮它initialize成1 所以这个学生曾经submit过 就把submission次数加1 不然的话 就新增一个entry 然后就等于1 弄完了 档案搞定 然后呢 就return 那这里自然就可以画了 所以基本上 要画这个bar chart 也很简单 那后面有什么参数 当然大家就自己去尝试看看 画出来大概会像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每一个同学 这样子80几个来考其中考的同学 那他們每一個人的 submission 就長得這樣 有高耳的低 這樣亂七八糟的 那你說這個圖有什麼意涵 不好意思 沒有任何意涵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排序啦 你可以幫他做整合啦 你可以畫成 scatter plot 或者是 histogram 之類的 我們這裡只是要展示一下八 char 如此而已 那麼呢 今天一個人 submit 的時候 我們知道結果有五種嘛 應該說結果有很多種 常見的有 accepted 滿分 wrong answer 就是沒有滿分 rong time error 表示你這一次跑下去呢 基本上就是有發生 rong time error 那 compile error 就是表示你的 code 甚至 compile 不會過 那也有時候會遇到 time limit exceed 就是表示跑的時間超過太多啦 這樣子 那麼呢 每一次都有這五種的其中一種 那我們可以用 pie char 來 visualize 大家的這個 proportion 所以呢 寫法跟剛剛幾乎是一模一樣 以左邊來說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一樣先把檔案開好 然後開一個 dictionary 然後呢 回圈跑一次這整個檔案 每一次我們就去把 status 取出來 status 會記錄剛剛五種的哪一種 如果這一種已經出現過了 就幫它加1 沒出現過的話 就把它新增出來 讓它等於1 然後呢 我們就回傳這一個 dictionary 那這個 dictionary 拿到了以後 拿到了以後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把這個 dictionary 的 values 和 keys 取出來 分別是 f 跟 r 那什麼呢 那 f 就是 frequency r呢 就是 results 也就是說 r裡面存的 就是這個 dictionary 的 keys 就是 accepted啦 wrong answer啦 之類的 那 f 呢 就是相對應的 就是每一個那個值 每一個 accepted 發生了幾次 wrong answer 發生了幾次 以此類推 那使用的函數呢 叫做 pi 應該說叫做 pi 啦 pi 這個函數 你就先把 frequency 傳進去 再把要當 label 的 那一些 results 傳進去 然後呢 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指定 就是這個數值輸出的方式 那比如說我這裡 大體上來說呢 是請它輸出一位的小數點 以此類推 然後你就 show 它 所以畫起來大概是像這個感覺 你呢 可以看到有 label label 出現啦 label 出現啦 然後呢 每一個 bar 每一個 pi 它會告訴你有多大 有多大 有多大 然後用百分比的方式呈現 如果你不想要百分比的話呢 當然也可以 你就去調參數就是啦 所以我們這裡呢 並不會打算往下細講 每一個函數的所有的參數 可以設成什麼樣的值 然後給你看100個 example 因為沒有意義嘛 那這件事情呢 嚴格講起來你自己是做得到的 對於你有興趣製作的圖表 你就去仔細看一下它的 document 然後把每一個參數都傳一些不同的值 進去試試看 那十有八九你想畫的這個 呃 圓餅圖啦 長條圖啦 whatever圖 十有八九你透過調整參數都做得到 通常是可以控制的很精細的 所以呢有興趣的話試試看 不然的話就像我這裡出來一個能看的 也就ok啦 所以呢一樣 請大家自我學習 那最後呢我們好奇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road to ac 那什麼概念啊 就是我們想要看看每一個problem 被answer的順序是怎麼樣 那每一個人答題的順序不盡相同嘛 所以基本上呢我們是想要看看 每一題被accepted的順序 或者是說速度 然後呢我們當然是想要看difference啦 因為我們直觀地想呢應該是覺得 嗯可能大家都從第一題開始答吧 所以可能在考試的前二十分鐘或三十分鐘 或怎麼樣的 第一題 ac 或者是accepted 答對的人的數量會快速上升 那大部分的人一定是有一題寫對了以後 才去寫下一題 那麼大家都底是先選擇寫第二題呢 還是選第三題呢 還是怎麼樣 那每一題被accepted的速度看起來像嗎 我們就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要畫line chart 我們對於每一個cumulative numbers of accepted 對每一題的累積ac數 我們呢會畫一條線 然後我們把四條線疊在一起 那麼呢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在每一個時間點去算 那四個accumulative的ac 所以呢我們可能比如說 十秒十秒唯一單位 三十秒三十秒唯一單位 無所謂 給定這個時間單位了以後呢 我們就去問 好三十秒一單位好了 零分三十秒的時候 每一題有幾個人accepted 一分鐘的時候 有幾個人accepted 一分三十秒的時候 幾個人accepted 每一秒 每一個三十秒我們都去問 那四題有幾個人accepted 好然後呢我們把它畫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好例子啊 就是說呢 這個任務你要用Excel 就沒有這麼好做囉 因為我們原本的Excel檔裡面 應該說 CSV檔裡面記得是 每一次事件發生的時候 它是幾分幾秒 你Excel當然可以篩選 你可以把不是accepted的資訊全部刪掉 但是接下來你要怎麼產生 這個等一下你看到的四條線 還是很困難或是很不直觀 或者是基本上就是 你不寫點code就做不到 OK 所以呢 會寫程式確實是有用的 他們或許不能做出一個Facebook 或是Google給別人用 但是對於我們得到的一批 需要處理的資料 或者是對於我們自己 要解決的一個問題 我們確實可以寫一點簡單的程式 就能得到一些我們 比如說用Excel 得不到的資訊 好 所以呢 我們就賣個關子 我們就不告訴你 那個code要怎麼寫 我們就說呢 我們已經把 這個資訊算出來了 也就是說呢 對於每一個作業 應該說每一題 我們都在給定的10點裡面呢 我們就去看出說 它到這個時間點為止 累積了幾次的這個 累積了幾個accepted 大概是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做的事情呢 基本上是每1000秒去數一次 所以大概都是有11次或12次的這個數據 然後呢每一題都有這樣子 那麼光看數字的話呢 大概可以看 好像是第一題最早被寫 接著好像是第三題 第三題累積的速度好像比第二題還快 那第四題好像又比第二題還快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以把圖畫出來 瞧瞧 那麼呢 如何從剛剛的這個基本的資料檔 去得到這個P1到P4 大家就可以想一下 那我們這裡呢就不交 因為沒必要把什麼東西全部都跟你講 你如果冷靜底想想看 給定剛剛的全部的這個time 的這個transaction的資料 如何算出這個P1到P4 這四個list呢 你慢慢想一定想得出來的 好 那回來我們來看看 如果已經給定四個list了的話 那麼呢 要產出這個基本的折線圖 非常的容易 只要用plot這個函數就好了 那plot函數基本上需要你傳入X跟Y 也就是說呢 它會在這個二維坐標線上面 就是一個一個把東西點出來 根據你給的成對的X跟Y的資訊 然後呢 它再幫你把它連起來 大概就是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你一樣可以設XLabel YLabel 這樣 所以呢 times就是時間點嘛 就是X 那每一次我們要畫一條線的時候 它都是同樣的X 但是Y呢 當然就會不同 那就是我們的P1到P4啦 所以這裡主要要展示的是 如果你要畫一個折線圖的話 怎麼畫 就呼叫plot這個函數 畫出來像這樣 像這樣子大概可以看出 有一題的確是這個一馬當先的 就被這個做完 然後接著呢 就開始有一點分歧啦 可能大家的選擇也不盡相同 那然後呢 看起來好像是綠色的這一條 一開始上升的最快 但是最後被紅色的超越了 所以呢 可能看起來大家在選擇上 是有一些差別 那不過 光畫這個圖 連紅色藍色誰都不知道 顯然是不OK嘛 所以我們來美化它們一下 那麼我們的第二個步驟是說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如果不要畫折線圖 我們想要不要把點連起來 可以嗎 可以 我們加入第三個參數 第三個參數基本上是在講 我們要以什麼形式來畫圖 如果你寫O 那就是打點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啦 欸 長得還挺可愛的 基本上就是剛剛的東西 但是沒有把線連起來 就只是打點上去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畫散步圖 你也會畫了 X Y 然後傳一個O的字圓進去 它就會幫你打點 好 那現在再來 我們呢 現在主要是要產生一個Legend 也就是圖力 不然不知道誰是誰 產生圖力的重點 是我們在做Plot的時候呢 要給它所謂的Label資訊 Label資訊是什麼啊 Label資訊就是說 每當我們有一條數列的時候 然後我們給它一個Label 那麼呢 待會兒我們使用Legend的時候 我們只需要指定Legend要放在哪裡 比如說像這個 Location呢 就是設定在UpperLeft 那麼Legend這個函數 它就會自己去看 你執行過四次Plot 然後呢 這幾次Plot呢 都有指定Label這個欄位 那麼它待會兒就會去把 Label裡面的資訊 也就是這個字串 列出來 並且告訴我們 它對應到的是誰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第二個參數 也做了一些變化 我們呢 有圈圈 有S 有加 有點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它們有所差異 而顏色呢 我們也自己設定了 我們設定成RGBK 也就是紅色 綠色 藍色 和黑色 那我們來看看 畫出來會像這樣 好 所以呢 它會告訴你 紅色的點 是表示Problem1 綠色的方框 Square 是表示這個 Problem2 然後呢 藍色的加號 是表示Problem3 至於黑色的小點點 就是表示這個 Problem4 所以看這個的話呢 就有用多了嘛 對吧 第一題 跑得最快 然後呢 最後迎頭趕上的是Problem4 也就是說呢 也許Problem4 乍看之下 比較難 但最後有寫出來的人 是比較多的 那麼 藍色的是Problem3 一開始大家覺得 比較簡單 但最後不幸底 有比較多人沒有寫出來 那第二題 可能在那一次的考試之中呢 意外底是最困難的 所以考試千萬不要總是從第一題到第二題到第三題 這樣往下寫啊 還是要挑這個 有的題目簡單 有的題目難的 好 那麼最後呢 就是我們想要做這個Attempt4 那我們在這裡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 我想要來再次的 把這個圖再做一個美化 那麼我們在這裡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一樣要指定Label嘛 我們一樣要指定Times 我們要指定P1 以此類推 然後我們在這裡呢 是使用一個叫做Marker的 這樣子的指令 欸你看了一下 覺得這跟剛剛不是一樣嗎 我們就是在指定我們要用圈圈嘛 對吧 好像是這樣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是呢 我們如果使用Plot這個函數 那麼 當我們在這裡指定說 我們這個Marker的屬性是什麼的時候 它會做的事情 就是它會把它連起來 而不是把它打成點 所以現在這個圖呢 看起來可能是最美觀的 就是我們在這個例子裡 的確不想要只是點而已 我們不是想要這個散布圖嘛 我們想要的的確是折線圖 但是折線圖如果就是線 那感覺又不大好 所以呢我們在畫線的同時指定Marker 那它就會既有線又有Marker的資訊啦 大概是這麼一回事 好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事實上重點就是怎麼畫LineChar 那沒有什麼怎麼畫 就是把Plot這個函數摳下去就對了 那至於Plot這個函數還有很多奧妙之處 你還可以控制很多東西 就老話一句去看Document 上網查查到了就是你的 OK 所以呢我們很快的做點summarize吧 我們呢這一堂課大體上來說 是想要教你class class可以用來organize 並且modularize your program 那這個並不是什麼 一下子就能夠心領神會的技巧 你可能要多寫一些program 寫的program要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接近實物 你才會感受到class的好用之處 那不過起碼你可以理解 你有好幾個欄位的時候 好幾個屬性的時候 把他們包起來有用 就像date像station這樣子 然後呢你寫函數給別人用 是一種模組化的概念嘛 那你更高端的做法應該是寫物件給別人用 就像你在呼叫這個畫圖的library的時候呢 你都是得到那個pipelot的那個物件 然後你用它來這個呼叫 這個member function啊 member variable啊之類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通常會更好 因為你更有一種把散亂的東西 都放進一個資料夾裡的感覺 這樣就好多了 那另外呢我們今天當然順便也交了這個 或者什麼process data和visualize them 所以不管是從讀檔的這個角度來講 或者是從畫圖的角度來講 我們都算是做了一些練習 大家也可以當作是看了一些case 那麼希望也對大家有幫助啦 那我們想要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說呢幾乎所有 幾乎所有你想要寫的程式 都已經在某處在internet的某處已經有人寫過了 因為我們也不是什麼專業寫程式的人 所以呢我們做的事情也沒有非常的偉大 大體上來說呢都已經有人研究過要怎麼做了 然後呢大體上來說也大多都有library 所以以後 以後你將來想要自己寫程式來做點什麼事的時候呢 大部分的時候你做的事情是先搜尋有沒有人寫過 有的話拿來用 不然呢就是看example 有人可能寫過 但他不是寫成一個library給你下載 他可能就是寫了一個example program 放在他的網誌裡啊 放在論壇裡啊之類的 看到example 下載下來或者是copy下來 改改看試試看 試著理解他們 然後最後呢來寫你自己的program 偉大的程式設計師都是這麼做的 所以呢如果你也想成為偉大的程式設計師的話 就練習做這件事情吧 那我必須再次強調 understand這件事情 不只是理解它 跑出來的是什麼東西 更重要的是理解它為什麼 跑出那個東西 所以大家扎實地學了一個學期了以後呢 事實上跟一般人最大的差別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前面這四個階段 並且try各式各樣的東西 但是呢從try observation到understand why 這中間是需要基礎的 所以希望這個基礎的能力 可以對大家帶來這個層面上的幫助 好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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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